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父母是党员,在办理律卡的时候怎样解释 那我们遇到很多客户联系我们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移民局问到你父母是否是党员,怎么样解答,怎么样解释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这个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亲属移民 有的人已经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 他要给父母办律卡 那么父母在美国境内办485 或者在广州领事馆办移民签证 一般都会被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那父母情况特殊一些 比如说党龄可能比较长,有的好几十年 或者说退休时间还不长 有的说退党不到五年 或者有的人现在还在交党费 因为从退休金里自动扣除 那怎么办呢 这些也都是可以应对的 我们此前有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讲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帮助很多中国申请人 包括在美国办485的 包括在中国办移民签证的 包括在体制内工作的 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也有曾经在军队、警察、监狱等等 强力部门工作的 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 如果你不是高级领导干部 不是做情报工作的等等 正常情况下相应解释 还是可以取得批准的 当然也要认真对待 这一点父母有的时候 因为他不说英语等等 尤其有一些交流方面的问题 所以要相应的准备好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比如说个人办职业移民等等 那么他在interview的时候 尤其是在美国办485的时候 如果他个人不是党员、团员 一般不见得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但如果说个人曾经是党员 或者在这个表格上提到 个人曾经是团员 那么移民局在485面谈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也会问到 说你父母是否是党员 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那当然一方面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明 另一方面 可以从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来argue解释 那比如说 People should be treated individually 每一个人单独的相应的这样来对待 那么父母的身份 不是说影响到个人是否取得绿卡的原因 那别的也可以相应解释 和个人自己是党员等等一样 那么如果符合移民局的例外条件 或者说父母党员身份 并不是说基于意识形态的 并不是政治活动家等等 也可以相应的解释 那注意有一点 比如说有的时候 移民局问到个人职业移民 你为什么入党 有人说我父母要我入党的 首先这一点并不一定 这个是valid reason 对吧 另一方面 那你父母如果将来要办立卡 对吧 那你有这样的这种一个record 这个是不是对父母 如果将来办移民也不利 所以呢 那就有的事情不能够想 当然要相应的事先认真准备好 那你不能说别人和我情况一样 他就批准了 所以移民局你也要批准我的申请 没有这回事 每一个人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相应准备 你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移民官 签证官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再说呢 这方面情况也在变化 几年前可能适用的解释说明啊 这个套路啊 模板啊等等 现在可能就不适用了 所以呢 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父母啊 是党员在办理绿卡的时候 怎样解释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玛丽